为了协助离婚夫妻降低纷争 并关注离异家庭的儿童权利 花莲县府委托花莲县儿童暨家庭关怀协会 10号办理当亲情预见疫情 离异家庭子女会面服务的挑战 第三届亚洲线上论坛 邀请亚洲各公亲职中心代表 以及当地工作者 一同与会交流 而县长希望透过众人的集思广益 协助离异父母共同养育子女 维持亲职伙伴关系 让社会更加安定祥和 花莲县府委托花莲县儿童暨家庭关怀协会 10号办理当亲情遇见疫情 离异家庭子女会面服务的挑战 第三届亚洲线上论坛 协议协会表示苦于清关南段家务事 近年来台湾的离婚率居高不下 感谢儿家协会付出的热情参与 推动跨越中央地方 甚至是国际支援的离父母共亲子的事务 第三届我们现在是第一届的主题 就是在当疫情和亲情与碰上疫情 如何来服务 这个支援系统如何继续下去 我想无论是台湾 我们怎么样去做交流 或者是做分享 以及有更好的创新服务 因为现在armacron又出来了 其实很多的国家开始边境又风起了 或许我们台湾能够如上一次一样都守得住 但是我们依旧要防患于未来 所以今天透过这个视讯 而且跨国际跨国的论坛 我想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同步非常的不简单 我们再次给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 我们真的是在做一个非常棒的世界级的研讨 初芬跟我说这项小小的Airpac 我说这是大大的Airpac 因为这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 对于共享亲职离遇父母共享亲职 这整个议题的看重 因为每一个孩子 他被赋予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无论如何 每一个人都要静好 而且要学习 学习让自己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的灵灾 我家协会分别在105年107年在中央与县府的支持之下 幻线办理第一届第二届台湾离遇父母共亲职研讨会 109年第三届的离遇父母共亲职研讨会 因为疫情暂停办理 在全球Covid-19疫情趋缓无法预测之下 幻线华人共亲职中心 半年第三届亚洲线上论坛 希望在论坛教育当中提供离家庭全家人整合的服务 减少儿少因为家庭结构变化 与父母离遇历程当中的不安 记得终于华彩华博导